说句实在话,我从来没有宣传过我自己的恋情 之前可能有一些被大家知道了是真的不是故意的 然后当时可能小,真的没有想太多 不知道这个影响力会有这么大 所以才发生了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教训 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暴露在所有人的视野当中 并不是对关系很好的一个事情 很健康的一个事情 我还是希望就是说我不愿意,我不会去隐瞒 我不会隐婚,我也不会偷偷的 就也不会假装单身 也不想那个说我那个就消失完了之后 重新就是也没有孩子 这些我都不会去做 我觉得我愿意跟大家 近日,孕妈猪猪晒出了一组和爸爸逛街的照片 还打趣称应该给猪爸爸也开通个视角平台 老人家好分享老年穿搭 此次逛街,猪猪依着十分随性 妇女俩罕见同框 画面水分温馨